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东周列国》 根据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改编 节目策划 将公民 于春生 艺术顾问 田岳华 剧本统筹 于春生 王翔 编剧 王孝平 导演 李健 音乐作曲 配乐 贾林 音响效果 张艺博 录音合成 王爱义 刘德鑫 文学编辑 杨雪 行言 主题歌作词 天宁 主题歌演唱 杨洪基 巨物 张庆和 文平 监制 将公民 于春生 请听第十一集 齐乡公鉴约丧命 妹妹文江到底还是走了 齐乡公满怀惆怅地返回齐宫 一路上人们与她冷眼相对 再不像过去那样欢呼雀跃 孩子们都在唱着 哥哥爱妹妹 妹妹爱哥哥的儿歌 齐乡公不但犯下了 第一等的和妹妹文江乱伦的重罪 而且还派人勒死了妹夫鲁黄公 又让公子彭生当了自己的替罪羊 国内国外对她议论纷纷 为了改变形象 转移内外注意力 她立即找来魏惠公 决定对外用兵 用武力帮助魏惠公 重登王位 而周天子听到消息后 却派兵帮助保护魏国 但毕竟还是齐国实力雄厚 终于打败了魏国的军队和周王派来的援兵 为他赢得了名声 这一天 在林姿齐公中 齐乡公正在兴高采烈的吃着甜瓜 大夫连称 来了 郭军 来来 一起吃 嗯 这瓜可真甜呢 孟阳 在 快给连大夫也切一盘 是 这次讨伐魏国成功 连大夫 你可是出了大力的 所以 我要好好地犒劳犒劳劳你 臣不敢当 郭军 虽然我们这次讨伐魏国和郑国连连取胜了 但诸侯各国多有不服 而且 我们还得罪了周天子 臣很担心 一旦天子号令 诸侯响应 将对我们齐国不利啊 是啊 寡人这几日也正为此事担忧呢 一大夫的看法 应该如何是好啊 我以为 最好是要防范在先 避免被动 嗯 比方说 魏丘 是进入我们齐国的必经要道 应该派重兵去驻守 以防万一 嗯 连大夫 你说得太好了 寡人早就想到这一点 我们君臣真是想到一起去了 魏丘 是啊 守住了 守住了魏丘 我们齐国就是后顾无忧了 不过 魏丘地土边远 是个风大杀多的不毛之地 守着魏丘可是个苦差事啊 这样吧 既然你也觉得魏丘是非守不可之地 干脆就麻烦你辛苦一趟 寡人命你为将军 统帅三千兵马 先去驻守魏丘 什么 国君 您是要让微臣带兵去驻守魏丘 怎么 你有什么意见吗 啊 不不不 臣不敢 那就好 嗯 这瓜很甜 来 一起吃 不要客气 请问国君 我们 何时启程呢 当然是越快越好 那 何时换班呢 怎么 人还没有出发就想着换班了 啊 国君误会了 魏丘辛苦 臣才更不敢推脱 我自己是无所谓的 但士兵们都有家事 总要有个期限才好啊 还要有个期限 为臣绝不是怕吃苦的人 请国君 明见 好吧 那就等到明年瓜熟的时候 派人去替换你们吧 谢国君 连程从宫中出来 静止到后宫去 见给齐乡公当妃子的妹妹连世 他刚刚把经过情形说完 连世就不可遏止的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妹妹 你烦不烦啊 别笑了 好极了 平时我说了你不信 今天也让你知道一下对他中心耿耿的下场 我这个做妃子的平时对他怎么样 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给他了 结果呢 他一心挂脸的是他的妹妹文江 为了文江 他什么都不管不顾 多大的罪过都敢犯下来 到现在他都不死心 妹妹 你快别说了 这些话 要是让他听见了 你还要不要命啊 你怕什么 哥哥 我告诉你 我现在很不能牵手就 你疯了 疯了 就这样 连城带着士兵们赶往葵丘 在寒风中寻哨 在风沙中野人 过着在都城难以想象的艰难的戍边生活 而齐相公却在尽情享乐中 完全忘记了这些给他提供了安全的士兵们 一年过去了 刮又熟了 这些历尽艰辛的将士们 礼起刀枪 收拾好行装 眼巴巴的望着林寺方向 却看不见一个前来换房的人 连城急得没办法 又怕酒拖下去引起军心变化 就派一名老军士 给齐相公送去一车填逛 想一则唤起齐相公的记忆 没想到齐相公早把换房的事 往到九霄云外去了 将士们非常气愤 纷纷要赶回林寺找昏军算账 连城生怕闹起兵变 一边接近全力安护将士们 一边派人送信给宫中的妹妹连世 让他帮忙向齐相公说情 赶快派人来换房 谁知连世接到信后 反而喜出望外 连忙偷偷的去找自己的乡好 也就是齐相公的叔叔 公孙无知 哎呀 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呀 要是让他知道了 你我就都没命了呀 胆小的东西 难怪你没有当上国君 不过 我虽然没有当国君的福分 可和国君老婆睡觉的福分 却还是有的哟 你就知道睡觉 就不想当国君 哎呀 你这话说的可真轻巧 这国君是想当就能当的吗 现在正有个让你当国君的机会 你看 这是我哥哥派人给我送来的信 哎 这信不就是让你帮助助手奎秋的将士说情吗 这哪是什么机会啊 你怎么这么怒 这就是机会懂不懂 这叫军心不稳 机会来到 告诉你吧 我已经写好回信带给我哥哥了 告诉他 齐相公已经知道 手边将士们心怀不满 正准备对他们采取行动 我怎么没有听说 齐侯要采取行动呢 你真是个木头 我这样说 不就是要促使他们早日兵变吗 那你哥哥他们就肯听你的吗 这 我早就想到了 我知道 单说那昏君要对他们下手 他们还不会干这种一旦失败 就要灭九族的起兵造反的事 我对他们还有一手呢 还有哪一手啊 我告诉我哥哥 你已经参与了 哎呀 我还不知道呢 你 你这不是无中生有坑害我吗 你又想当国君又怕担风险 我告诉我哥哥 说已经和你联系好了 因为先君过去就十分宠你这个同母的兄弟 这个君位本来就应该是你的 那昏君上台后根本不记住先君的嘱咐 对你这个叔叔十分怠慢 你也早就心中不满 只要你也参与了 哥哥他们造反也就师出有名了 哎 你呀 你呀 你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 就这么写信对你哥哥说呀 这要是暴露出去 一切就都完了呀 看吧 你吓得 浑身抖得像筛糠似的 其实一切还不全是由我哥哥他们办 你不过是捡个便宜 不费吹灰之力就当上了国君 说吧 当上国君以后 你该怎么感谢我们呢 这 我当上了国君 一切就都听从连称大夫的 嗯 还有我一登位 马上就立你为国君夫人 绝不失言 还算你有良心 好了 我还得去等我哥哥他们的消息 你就多留点心眼 注意那昏君的行动吧 对了 他今天约我去被秋山打猎 哦 这个是个好机会呀 你赶快答应他 我马上将这个消息 给哥哥他们送去 我看 昏君打了这次猎以后 就可以永远不再辛苦了 这 这就真干吗 怎么 你不想早一天 登上国君的宝座吗 我可是想当国君夫人 想得都快疯了 连称 接到妹妹连世的消息 带领着守军 在奎丘的军队日夜兼程往回派 而齐香公带着公孙无知等人 在贝丘山上纵火打猎 他忽然看着一只野猪从火中窜出 向他的车轮前飞奔而来 他让公孙无知赶快射箭 公孙无知却装作惊恐万壮 说那奔来的就是公子彭生 齐香公立即想到他杀死公子彭生时 公子彭生说变成鬼 也要向他索命 历时觉得 那野猪果真变成了彭生 正在浑身是血的向他奔来索命 他吓得惨叫起来 这时野猪一静冲到面前 驾车的笑臣 梦扬 用身体挡住了野猪 齐香公因站里不稳 一个跟着从车上摘下来 摔伤了左脚 随从们将齐香公送到了 暂射在贝丘山的离宫中 他脚疼得睡不着 伺候他的小臣孟阳可就倒霉了 国君 你疼得厉害吗 那是谁 你看他是谁 国君 这屋里除了你 就只有我 没有别人 我不说 没别人那是什么 国君 那不过是花和树的影子 我怎么看起来都是人呢 都是那彭生 国君 这都是你的幻觉 你别再乱想了 还是好好睡觉吧 小臣告退了 不 你不能走 你就立在这儿 立在寡人的床前 是 国君 那我就站在这儿 我脚疼得厉害 是 你还是扶我起来走一走吧 好 坐好 我这就给您穿鞋 国君 您先穿上这一只 穿好了 轻点 怪了 还有一只 怎么没有了 还有一只 哪去 笑人不清楚 该不是 会不会被那只大野猪给嫌走了 胡说 你竟敢用这种胡话 蒙骗挂人 我打死你 打死你 国君 如果别拿小臣 您的疼痛能够减轻 你就打吧 你给我滚 是 好 国君 小臣告退了 国君 蒙羊 怎么了 蒙羊 我脚受伤了 疼得厉害 心情不好 你不要恨我 不 你一身护驾的事 寡人全都记在心上 我不会亏待你的 小人不敢 好 去吧 把伤治一治 再回来 是 孟阳从七厢宫那儿出来 正往自己住的地方走去 忽然从黑暗中伸出一只手臂 急切地恶住了他的脖子 他还来不及喊出一声 就被带到树林里 在火拔映照下 他看见许多将士在这儿 连称大夫 威严地走了过来 是孟阳啊 你给我老实说 昏君在哪儿 他睡熟了没有 他在床上 还没有睡熟 宫中还有什么人 还有 还有公孙无知 公孙无知 早就在我们这儿了 小陈 看你太进宫了 我杀了你 别杀我 我可以给你们带路 先把昏君哄睡了 怎么让我信你呢 我恨他 真的 你们看 我这身上 这儿 还有这儿 这都是他打的 我只愿他死 是这样 好吧 你就给我们带路 事成之后 一定会有你的好处 谢谢将军 那好吧 事不宜迟 有孟阳接应 更是万不一失了 我们兵分两路 立即下手 一定要抓住昏君 别让他溜了 孟阳在前面带路 连称和士兵们跟在后面 到宫门口后 他让连称他们等在外面 听他的招呼 就先走进宫去 静止来的寝室 直奔床前 使劲摇着睡熟的齐香 郭军 郭军 快醒醒 您快醒醒啊 郭军 快醒醒 郭军 孟阳 慌什么 你怎么又回来了 哎呀 连称 连称 还有那个公孙无知 他们领地杀来了 什么 这不可能 我平日待他们不保 快走啊 郭军 您就快逃走吧 你把万一拖给我 我来骗他们 您快走啊 郭军 孟阳 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郭军 您能记住小陈的一点好处 小陈 就更不能忘了您的恩钱 您快走啊 孟阳推开齐香公 关到床上 用平时从来没有盖过的锦 被把自己蒙了起来 齐香公眼泪汪汪的 看着床上的孟阳 一蹶一拐的 走向屋门 还没开门 门 已被闯开 他就是 坐着门 连称和士兵们冲进来 不由分缩的 将床上的孟阳 弹死了 连称 翻过尸体一看 不是齐香公 连忙让士兵们 赶快追 到门口时 连称突然看见门台 下面有一只光脚 拉克门一看 正是齐香公 就一把揪了出来 真是太委屈你了 让你堂堂国君 穿着这样一身衣服 躲在门后 怎么样 要不要再装扮一下 去讳讳你的妹妹 文江夫人 连称 寡人一向待你不薄 你为何要誓之犯上 哼 混君 你连年用兵 独武殃民 是不仁 背负之命 疏远公孙无知 是不孝 兄妹乱伦 害死其夫 是无礼 不念士族 道妻不代 是无信 像你这种人孝理性 结实的家伙 连做人都不配 还当什么一国之君 我这是替齐国除暴 不是作乱 可你作为臣子 劝过我没有 支持过我没有 你没有 我用兵的那些谋略 都是谁策划的 你又从战争中 得到多少好处 你说呀 我是昏君 那你呢 你们呢 你们只不过是公报私仇 就你也配说人孝理性 那好吧 我换一种说法 让你死个明白 我要为鲁桓公报仇 要为妻子的公子彭生 讨回公道 连城说着 猛的 吹剑刺去 一下子刺穿了 齐乡公的胸膛 齐乡公两只眼睛 直愣愣的 瞪着前方 慢慢的 扑倒在地 齐乡公死了 公孙无知 登上国君的宝座 连氏也如愿被封为 齐国夫人 连城大夫成了 权倾齐国的大臣 可好景不长 齐国的那些大臣们 又联合起来 设计杀死了连城 连氏和公孙无知 齐国的内乱越演越烈 消息传到齐鲁交界处 文江的住所 美丽的文江 欺然倒闭 永远闭上了眼睛 多灾多难的齐国 到底会有谁 来执掌权柄呢 赞黄无地 下上舟 群群惩罚恼春秋 龙正湖都烟雨云过 血腥风万民愁 哦万民愁 弄群惩罚恼春秋 不便是山潮 無關天土行醉 聽說古惑我和前修 無關國軍王門 不便是山潮 無關天土行醉 聽說古惑我和前修 請聽百集廣播連續劇東周列國 根據冯夢龍的東周列國制改編 節目策劃 將董民余春生 藝術顧問田月華 劇本統籌余春生王翔 編劇王孝平 導演李劍 音樂作曲配樂賈鈴 音響效果張毅博 錄音合成王愛毅劉德心 文學編集 楊雪行妍 主題歌作詞天寧 主題歌演唱楊宏基 劇物張慶禾文平 監製將董民余春生 請聽第十三集 曹貴用兵佔長韶 齊桓公 拜管仲為相 舉起了尊王攘儀的大旗 開始了稱霸諸侯的行動 也開創了春秋五霸的事業 齊國的行動震驚了諸侯各國 特別是魯莊公聽到消息後 後悔半分 覺得當初真應該聽從師伯的話 殺了管仲 他當即召來大將曹默 曹將軍 臣在 管仲 當初遇難來我國躲避 現在 卻有忘恩賦義幫助齊國 寡人對他深為痛恨 想起兵伐齊 要他們交出管仲 你看如何啊 郭軍 現在 管仲已經敗下 齊侯 不但不計較過去的 赦代鉤之仇 反而遵他為重父 言聽計從 他 怎麼肯交出管仲呢 他不肯交人 我們就打 可 郭軍 齊國是大國 實力比我們魯國強 要打 我們未必就能打勝 怎麼 曹將軍 你是忘了我們戰敗的耻辱 還是讓齊軍打罢了 曹默身上的窗疤還在 好 那你就去給我打 郭軍 那就請拨給我兵車五百勝 不是五百勝 而是全國的兵車 全都供你掉錢 一定要給我抓回那個管仲 不論是死的還是活的 郭軍 臣還是不明白 您為什麼一定要抓回那個管仲呢 當初他不就是從我國被送走的嗎 嗯 這就使寡人更加痛恨他 當初 師伯大夫 就曾提醒過寡人 要是我國不用管仲 就將他殺掉 千萬不能再讓齊國去用他 寡人猶豫不決 只是管仲被齊國所用 齊國現在越來越強盛 齊魯是鄰居 齊國越強大 對我們魯國的威脅也就越大呀 其實這樣 乾脆就趁現在齊國內亂當定 一切還沒安排妥當支持 去攻打他們 嗯 要麼不打 要打 我們就一定要打勝 現在如果不能打勝 將來 就更沒有打勝的希望了 臣 一定盡全力而為 裏國舉兵的消息傳到齊國 齊桓公立即召管仲商議起來 仲副 裏侯派曹末去全國之兵來攻打我國了 聽說他口口聲聲說要抓我 不管是死的還是活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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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副 你看這事 這事好吧 我軍言真以待 不要妄動兵格 是啊 寡人繼位不久 本不想多動兵格 只是 與其任他魯國侵擾 倒不如先下手為強 也好顯示一下我們齊國當今的實力 讓其他國家不敢小看我們 郭君 現在我們齊國最要緊的 是努力治國 比如搞好地方的劃分歸屬 臨選人才 合理征稅 振興鹽鐵 挑起物價等等 還有許多應該做 而且也必須趕快做得及時 打仗應該是 能避免 能避免則盡量避免 哎呀 可人家已經打到家門口了 我看這樣吧 你說的那些國家政事 就全由你操持 那國軍的意思是 要打著一戰 嗯 寡人主意已定 決定這命報蘇牙為將軍 明日就率兵和魯國交戰 哦 既然國軍足以已定 我就只有一言相告 取得小勝立即毀兵 好 寡初雅當即奉命帶兵出征 很快就將曹末帶領著魯軍一舉打敗 曹末帶著軍隊且戰且退 報蘇牙率軍乘勝追擊 途中 晚中又派人給報蘇牙送信 要他小勝即回兵 報蘇牙覺得魯軍已經不堪一擊 萬中過於謹慎了 仍然下令乘勝追擊 很快就攻打到魯國的長勺了 消息傳到魯國的都城屈服 朝野震動 魯莊公立即找來大夫 師伯商業對策 師伯很慚愧地說自己不是帥兵打仗的帥才 但他向魯莊公推薦了一個將相之才 名叫曹貴 魯莊公讓他趕快將曹貴找來 於是師伯就去鄉下找到了曹貴 哎喲 是師伯大人啊 今天是哪陣風 將你吹到我們這窮鄉地上來了 今天來是想請您出山啊 啊 陸國文臣武將那麼多 幹嘛要來請我呀 哎 陸國現在遇上大難 齊軍已經攻入長手 國內一片混亂 這 正是英雄用武的大好時機啊 是啊 我也想為國軍謀劃 可人家說 這些事應該是那些吃肉的人謀劃的 像我這樣吃素的人 不應該去亂搅和 哎 為國家謀劃大事 還問什麼吃肉的吃素的呀 有這本事就幹吧 嗯 是啊 嗯 不過 有時候倒是吃肉的被落不通 這吃素的 倒能深謀怨劣 哈哈哈哈 你總是這樣陰地相見 不走仕途 長久下去 也不是個事兒 正是這樣啊 不是你師大夫知道我 天下還有誰知道我呢 怎麼樣 去不去殿陸侯 去 當然要去 就這樣 師伯 將曹貴帶到屈府 魯莊公也立即召見了曹貴 哦 你就是曹貴 是 你願意來為寡人謀劃啦 魯國危難 曹貴不能做事啊 請問曹夫子 現在齊國正在攻打我國的長韶 你有什麼退敵妙計啊 哦 沒有 沒有 沒有計策 是的 呃 不過 我想問國軍幾件事兒 請問吧 請問國軍 嗯 憑什麼去耗陵將士 使將士們 甘願沙場征戰 捐屈報國 呃 暖衣保食 寡人不敢獨自享用 一定要分給別人 嗯 這是小恩小惠 況且不可能全國的人都給 就這樣 將士們是不會跟從國軍的 呃 祭祀用的牛羊玉帛 寡人不敢擅自增加 祝使的祷告 也保證句句都是實情 呃 一念之成不能說明一切 神靈還是不會降伏的 這也不行 啊 還有 呃 國中大大小小的案件 寡人雖然不能一一洞察 但必定按照情理去處理 哦 這可算是為百姓盡力的 凭這一點 可以打一仗 哦 不過 也就能打這一仗而已 啊 呃 那麼該怎樣 我國才能戰勝齊國呢 這兵士千變萬化 只有隨機應變 不能完全預測 打起來再說吧 曹貴 願借一勝兵車 隨國軍同去長韶 好 曹夫子 你就與寡人同乘一輛兵車 前往長韶 好 長韶戰場上 齊魯兩軍列陣對峙者 齊軍主帥寶淑雅下令幾谷進軍 一時間 無流奔機 成功 魯莊公連忙請教曹貴 曹夫子 齊軍已經幾乎打過來了 我們也幾乎完機吧 不 齊國軍隊 現在正在銳利的盡頭上 我軍要以靜帶動 傳令軍中 陣型不准散 要緊固如鐵桶 有感喧嘩者 力戰不饒 曹夫子 齊軍第二次敬 來風了 我們打嗎 不 國軍依然要穩穩對焦 兼陣相待 不可輕忠 曹夫子 國軍這樣不打 如何能取勝啊 不是不打 而是沒到時候 曹夫子 齊軍就一次進攻開始了 我們 我們立即進攻 火速進攻 大衛齊軍的時候到了 衝 曹夫子你快看 國軍真是迅雷不及眼耳啊 你看 快看 我去這陣招砍建設 殺得齊軍七零八落 大敗而逃了 是啊 他們兩次擊鼓 我們都虧然不動 他們以為我們確認不敢站 以為 只要再擊鼓衝來 我們就要逃頓了 他們壓根想不到 我們會這樣站呢 好 他們已經敗走 我們趕快追吧 停 怎麼 怎麼不趁勝追趕 不是 帶我下車看看 曹夫子 你這是要看什麼呀 好了 可以追了 號令三軍 抗勝追擊 號令三軍 抗勝追擊 曹夫子 曹夫子 為什麼 為什麼我軍 擊一次鼓 就能勝其軍 擊三次鼓 這裡面有什麼奧秘呢 國軍 自古以來 臨陣作戰 靠的都是勇氣 勇氣充足 就能打勝仗 勇氣衰退 必定要打敗仗 為什麼打仗之前 先要擊鼓 就是為了鼓足勇氣 第一次擊鼓 將什麼的勇氣最旺盛 第二次擊鼓 將什麼的勇氣 就有點衰退了 因為對方不敢打 就缺少戒心了 第三次擊鼓時 將什麼的勇氣 就全都減弱了 懈怠了 而這個時候 敵軍的勇氣衰竭 而我軍才擊第一次鼓 勇氣正是最旺盛的時候 以勝對衰 我軍哪有不勝的道理 嗯 有道理有道理 啊 那麼 剛才齊國軍隊已經打敗了 為什麼你開始不讓追 要帶下車看了 再讓追趕呢 啊 齊國 畢竟是大國 齊國人有多謀善詐 我擔心他們會有埋伏 不能貿然追擊 落入他們的圈套 那你為什麼下車看了 就知道沒有埋伏呢 哦 我下車看到他們的戰車折痕 是雜亂的 說明他們真心已亂 又遠遠望見他們的旗子 也是東倒西外 在急逃跑 這就說明他們是真的打敗了 所以才下令追跡 哎呀 曹夫子 聽你一期話 聖讀十年書啊 你才真正是懂得兵法的人啊 哈哈哈哈哈哈 鲁國軍隊出乎預料的打了大勝仗 齊國軍隊大敗而歸 報書牙自認罪重 乾脆將自己捆綁起來 去向齊環宮請罪 國軍 長燒之戰的失敗 責任全在我包書牙 是我太輕敵了 哎呀 抱歉啊 你怎麼能這樣呢 快松吧 松吧 長燒之戰的失敗 責任在寡人身上 怎麼能怪你呢 眾夫本來就不同意我們攻打鲁國 是寡人一意孤行 才有長燒的敗仗啊 不不不不 罪責仍在小人身上 管中曾經行文來到我的營的 再三嘱咐小勝即可回兵 是我沒有聽他的指令 還笑話他過於謹慎 如今我是愧罪管項國了 哎 寡人也無言再見到眾夫了 國軍眾夫求見 眾夫求見 讓他改日吧 寡親啊 寡人實在是修建相國呀 寡叔牙也同樣修建故人 齊敬國軍 眾夫高舉著齊國相印 在宮門口站立 不肯離去 這 那 那就宣他進來吧 是 國軍 眾夫 眾夫 你怎麼這麼急著 要來見寡人呢 相國大人 長燒之敗 責任全在包出牙 不不不不 長燒之敗 責任在寡人 國軍 這是您授給我的相印 見國軍收回吧 怎麼 難道眾夫 真的不能諒解寡人的過錯嗎 不 長燒之敗 責任全在管仲身上 為什麼 因為管仲有私心 哎呀 眾夫啊 眾夫 你這真是開玩笑了 你本來就不同意和魯國交戰 打起來以後 你又一再交代小勝即可回兵 我們之所以打敗了 就是因為沒有聽從你的話 這 這怎麼能讓你擔責任 說明有私心 國軍 當初我主張炎鎮以待 這是對的 因為魯國是弱國 老實遠征 絕非明智之舉 只要我軍炎鎮以待 不需多久 魯軍自然不攻自退 就因為國軍急於炫耀實力 我才改變了炎鎮以待的初衷 我是擔心 我是擔心國軍參與我 才去迎合了國軍的意願 要是管仲能盡向國之職 必定會不顧一切的勸說國軍改變主意 不使國軍妄動干戈 也就沒有今天長燒的失敗了 我管仲將國家大業變成了自己的私事 不配戴齊國的相義 國軍如要處罰請先處罰管仲 哎呀呀 忠父啊 你 你怎麼還會有這一番道理呢 你的耿耿忠心 與日月同輝呀 忠父 快快佩戴好相印 快快請起 管仲啊 我為齊國 感謝你呀 哎 國軍啊 人又不是聖賢 怎麼會沒有過錯呢 總是吃一虧掌一智的 值得慶幸的是 長燒之戰雖然失敗了 但國家的實力卻並沒有多少損耗 嗯 是啊 多虧重腹 治國有方 國家能日益長勝了 魯侯也只能是打這一仗 他斷斷不敢再貿然舉兵動武了 寡人 多謝二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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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兴奉万民愁 万民愁 诸王国君王门 见不便是三愁 诸王国君王门 见不便是三愁 诸王国君王门 见不便是三愁 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东周列国》 根据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改编 节目策划 将拱民于春生 艺术顾问 田月华 剧本统筹于春生 王翔 编剧王孝平 导演李健 音乐作曲配乐贾林 音响效果张艺博 录音合成王爱义刘德新 文学编辑杨雪行言 主题歌作词天宁 主题歌演唱杨洪基 剧物张庆和文平 监制 将拱民于春生 请听第十四集 齐桓公尊王攘仪 一黄三年过去了 三年中齐桓公接受管仲的安排 一心忙于国内建设 管仲也竭尽全力 用贤臣 施心证 日夜操劳 不赐劳苦 短短的三年时间 齐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兵强马壮 国力雄厚 齐桓公争霸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一天 齐桓公召来管仲和报书牙 君臣谈论起来 二位爱卿 寡人按照仲父的安排 全力隔股顶心 更张新政 三年下来 我们齐国兵精良足 全国百姓都能支礼仪 懂礼教 我打算现在 立蒙定佛 你们看怎么样啊 我以为 现在时机已到了 仲父以为可以吗 正如报书牙所说的 现在确实是时机已经来到了 不过 我们还要注意讲究策略 如何讲究策略 请仲父详细讲解 我国称霸的第一步 是要尊奉周天子 哦 当今诸侯各国里 我们齐国并不是最强大的国家 南面的楚国 西面的秦国 晋国 国力 都比我们齐国强大 但是这些国家 只会自称强大 不知道要尊奉周天子 所以他们就都不能称霸 也都称不了霸 嗯 不错 周氏虽然衰弱了 却仍是天下共同的主人 不奉周天子 则名不正 言不顺 因此我们的第二步 便是要奉天子以令诸侯 在诸侯各国中 扶持弱国 抑制强国 有混乱不听指令的 我国就可以率诸侯共同讨伐 这样一来 诸侯各国一定会使秦国为无私的霸主 而一切都听从我们齐国的 国君就能不动兵车而成就霸严 说得好 忠夫深谋远虑 的确非一般人可比 忠夫啊 你看我们眼下该如何行动呢 眼下正有一个因由 就是宋国的内论刚刚平息 宋国国君还没有立定 国君可派一个使者到京城洛邑去 朝拜周天子 请周天子降职 立宋玉说为宋国的国君 一旦请旨归来 就可以大会诸侯力盟定伯了 好 好 全案重复说的办 我们马上行动 公元前六百八十一年春 齐桓公派人去洛邑 讨来了周天子的指令 于是就以周天子的命令 布告 宋 陈 魏 政 曹 朱八国 约定日期到北姓之地 会盟 布告发出后 宋国国君欲说 因为是齐桓公向周天子 请命才得以继位的 于是就第一个按约来到北姓 诸国国君周子也暗期赶来了 蔡国因为时常遭受楚国侵略欺凌 想寻求保护也赶来了 陈国是小国 怕不来要挨打 也如约前来 而卢 魏 政 曹四国 却没有来 齐桓公看见 只有一半国家来到 心中闷闷不乐 唉 通知八个国家 却只到了四个 总父 我们干脆 改期会盟如何 郭君 这不可能 古语说 三人沉重 如今到会的已有四国 不能不说是重吧 如果改期 就是缺乏信用 我们一再等待 还有四个国家就是不来 不 寡人面子上也不大好看呢 那四个国家不来 是违抗周天子的命令 对国君的面子 并没有大的妨碍 国君如果改期 既失信于已到的四个国家 也违背了天子的命令 今后 我们还如何奉天子之命 以令诸侯各国呢 明日 也是会盟的日期了 如果那四国还是不来 我们还继续会盟吗 当然要如期会盟 第二天 北信高潭四周 齐宋 陈 蔡 朱 五国的旗帜高高飘扬 齐桓 宋 公 陈侯 蔡侯 朱子 聚集于潭下 互相一礼相见 大家共推齐桓公为盟主 齐小白 宋玉书 陈楚舅 蔡献武 朱克 以天子之命 惠于北庆 共尊王室 既弱异强 有违约者 列国共讨之 世尊盟约 宋玉书 中复 你来了 有什么事吗 郭军 我来向各位诸侯说一件事 鲁魏正逃四国诸侯 故意违抗周天子亡命 不来赴约 我们不能不共同讨伐 我国的兵车不足 望诸位 共同努力 我们来带兵车相逢 多谢诸位 宋国国君欲说 惠盟之后 回到管舍 越想越不服气 齐桓公只是个侯爵 却当了盟主 能调动诸侯各国的兵马 将来一旦成就罢业 对宋国可就是大大不利 他想 反正自己已经名正言顺的登上王位 就没有必要再等了 于是他连招呼都没打 他就悄悄的回国了 早晨 齐桓公一听到这个消息 不觉怒火冲天 立即下令追赶 管仲连忙跑来劝阻 国君 宋公被会逃走 应该向周天子禀报 请周王的军队追赶 这样才师处有名啊 如果我们擅自追捕 毅力上 都说不过去啊 那就赶快派人去洛邑请周天子下令 现在大可不必这样 宋公逃会自然应该讨伐 但是现在有比宋公逃会更应该讨伐的 是什么 鲁魏正曹四国公然抗命不来附会更该讨伐 特别是带头羊 鲁国 先讨伐他们 再说 宋国远而鲁国近 舍尽伐远 一旦鲁国趁和打劫 又该怎么办 以众父所见 该先讨伐鲁国 对 走哪条路呢 从林子向西南 先到隋国 对啊 隋国是鲁国的附庸国 国小势弱 我们要是以重兵押过去 一下子就能让他灭国 隋国即灭 鲁国一定惶恐不安 势必要向我国求和 等到平定鲁国之后 再宜兵攻打宋国 打出诸侯霸主方博的打击 我们就一定能够 赤如破竹了 果然不出观众所料 小小碎国 一鼓就被攻下了 齐桓公亲自率领大军 陈兵鲁国边境 鲁庄公惊恐万分 立即将大夫 石伯 曹贵 和大将曹末 找来商议对策 现在 隋国已经灭亡 齐国的军队 驻扎在我国边境上 据国都取负 只不过一二百里路 你们看 我们是战 还是 和 我们当然要战 齐国军队 两次攻打我国 都没有得手 陈愿意领兵出击 杀这个有来无还 不可不可 不可 史大夫有何高招 一连三个不可 一不可 是 管众为天下奇才 兵营齐国 兵营齐国 有好几年 现在 兵兵两族 我们鲁国 难以 与他们为敌 哼 你这是 掌他人志气 灭自己的威风 听史大夫说话 这二不可 这二不可呢 二不可 是北姓会盟 齐侯奉 奉王命而行 以尊王为名 现在 他们责备我们 违背王命 有冲突的理由 而我们与他们对着干 就没有理由了 没想到 尊王嚷仪的大旗 让他扛着 会给他增添这么多好处 三不可 是我们鲁国 杀了公子丘 有功于齐国 为什么要 契往日的功劳 天去劫 来日的仇怨呢 以 史大夫的看法 我国现在该怎么办为好啊 考虑到三不可 如今之际 与其兵戎相降 损兵折将 倒不如 修和通好 请会立盟 这样一来 齐国军队 就可以不战而退了 曹大夫的意见呢 史大夫所说的 也正是我要说的 嗯 好吧 那就求和吧 国军 齐国有书信送来 齐国的书信 让我来看看 写的什么 哦 你们快来看 齐侯来信 要从寡人在科地会盟 国军 这是大好事啊 好吧 你们谁愿意 与寡人同往科地 臣愿跟随国军前去 哦 你与齐军作战三战三败 就不怕齐国人 笑话你吗 正因为过去 有失败的耻辱 今天才甘愿跟随国军 前去学耻喜恨 哎 我们越境囚盟 已处在下方 还怎么能学耻喜恨呢 国军 侯莫一定不辱使命 好吧 只要能学耻喜恨 我就听你的 鲁庄公和曹默来到科地高谈前 齐桓公传令 他们只准一军一臣上台 兵车只准停在外面 这样鲁庄公颤颤巍巍的上台时 就只有曹默首案宝剑跟着他 在台上的齐桓公管仲与鲁庄公一礼相见后 两国国军就对着相案行礼 准备煞血为盟 这时谁也想不到曹默突然上前 右手按键 左手揽住齐桓公的衣袖怒火冲天 管仲连忙以身体挡住齐桓公 哎 曹将军 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们鲁国 七二连三遭受兵破 国家都要亡了 齐侯既然尊王让仪 以既若义强相号召 为什么就不为我们鲁国着想呢 今天我们两国在科地会盟 正是为鲁国着想啊 不知曹大夫有什么要求 齐国依仗自己强大 欺负我们鲁国弱小 夺我鲁国的田地 这是什么道理 齐侯今天若答应归还我鲁国师弟 我国国军就与你煞血为势 如果不答应 我就 曹将军何必要这样 寡人答应你就是了 您说话算数吗 当然算数 那好 你们齐国是由相国管仲在管理国政 臣愿意代表鲁国与管仲 煞血为盟 这有何难 何必要重负 寡人以你立定是盟就是 好吧 寡人立士天日可见 谢 谢国君 好了 今日齐鲁两国在科帝会盟 定两国兄弟之好 请满饮此杯 会盟结束 齐桓公和管仲将鲁庄公和曹末送走 齐国的大夫们纷纷提议 火速追斩鲁侯 将其劫持到北姓 以报曹末之鲁 众父 大家说的也有道理啊 郭君 您是不是有反馈的意思啊 是的 寡人毕竟屈从了曹末 心中实在不甘啊 郭君 并不是屈从曹末 而是服从了一个远大的目标 这怎么讲 送去土地迎来信义 这正是诸侯霸主的心怀啊 万国君千万不要誓愿 不失信于鲁国 也就能不失信于天下 那就正把战德的土地 如数归还鲁国 对 要尽数交换尽快交换 众父 你这是在安慰寡人吧 不 我们这是在舍小力 而去大义啊 好吧 寡人听从重负决断 齐桓公说话算数 如数归还了齐军所占领的鲁国田地 却并没有失去面子 恰恰相反 由于退还土地 列国都信服齐桓公 守信义 齐桓公的威望反而比以前更高了 齐桓公终于堂堂正正的 当上了霸主 成为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人 这以后 鲁庄公前来朝拜 魏侯曹侯也欠人来谢罪庆盟 陈公 菜侯 朱子都来拜访 周天子的侍臣也来赏赐齐桓公 齐桓公住的庭院中 练书了齐鲁 魏曹 陈菜猪等国的旗号 看着这一面面旗子 齐桓公 眉书目展 也就有点得意忘形 正好周天子的李官载孔 来了 啊 载孔 你是周天子的李仪官 你可知道 古人封善之事 啊 所谓封善就是封泰山 善良富山 古帝王受命于天地 所以封泰山以祭天 封良富山祭地 怎么举行典礼呢 封泰山就是住土为坛 金泥玉剪以祭天 保天之功 善良富山就是扫地设祭 保地之功 泰山高 梁富山低 泰山上祝坛而祭 象征天高 梁富山扫地而祭 象征地碑 嗯 古帝王 都到泰山梁富山 行封善大典吗 传说 大顺东行到过泰山 大鱼也遵循前例 以后下 商周三代天子 都有登泰山封善之事 不过 这都是传说了 年代久远 无法考察了 夏朝都城在安逸 商朝都城在朝歌 周朝都城在封稿 距离泰山都很远 他们还是封之善之 如今 泰山梁富山都在齐国封江内 寡人也是受命于天地 何不去泰山梁富山 行此封善大礼呢 其后 要去泰山梁富山封善 此乃齐国大事 还是要同各位清大夫 商议才是 唉 寡人为社稷祈福 有什么需要商议的 则国君 正国兰使求见 善他进来 正国使臣叩见国君 你来有什么事啊 启禀国君 郑国是向您来求救来了 求救 好好的求什么救啊 国君 郑国已经危在旦夕 楚国大夫率领兵车四百胜 长驱直入已经打造新政了 大王要是再不出兵相救 郑国就不存在了 楚国的男蛮子竟敢如此凶狠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沉黄无地下上走 群群惩罚恼春秋 龙正湖都烟雨云过 血腥风万民愁 哦万民愁 不忘不知忘满 不见不便知难愁 尽管前途不幸 尊严 不说不过 请听百集广广播连续剧 东周列国 根据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改编 节目策划 将拱民 于春生 艺术顾问 田月华 剧本统筹 于春生 王翔 编剧 王孝平 导演 李健 音乐作曲 配乐 贾林 音响效果 张艺博 录音合成 王爱义 刘德新 文学编辑 杨雪 行言 主题歌作词 天宁 主题歌演唱 杨宏基 剧物 张庆和 文平 监制 将拱民 于春生 请听第十五集 管仲 智谋 圣楚国 齐桓公 高举尊王 让仪的旗号 打败了 侵犯燕国的山戎 平定了 鲁国的内乱 又恢复了几乎 被北敌灭掉的 贤国和魏国 堂堂正正的 当上霸主 号令 诸侯 正在齐桓公 得意躊躇之际 忽然传来 楚国 攻打郑国的消息 齐桓公 拍案大怒 当即召来 管仲商议 总副 楚国 公然 攻打郑国 这次要与我们齐国 争霸呀 你看 我们该如何对待 我们齐国 现在是诸侯霸主 郑国有难 不能不救 不救 我们就要失戏 与诸侯 嗯 说的不错 而且 这次 这次楚国进兵 就是冲着我们齐国来的 郑国地处南北要道 是中原的屏障 啊 楚国要与我们争霸 就必须先攻打下郑国 而以郑国的实力 又完全抵挡不住 楚国 那 我们干脆 就新兵解救郑国吧 目前的形势 解救郑国 倒不如就攻打楚国 对 对啊 攻打了楚国 郑国之围 就能不攻自己了 国军一面派人去金城络义 顶奏周天子 一面以周天子之命 号令诸侯 尽起八国之兵 杀奔金楚 郑国之围 就能不攻自己 好 寡人立即派人去洛义 千万 尽起八国之兵 这是个大举动啊 楚国必定知情 如果楚国早有准备 以役代劳 诸侯联军 也难有必胜的把握 那 重负的意思是 我们立即攻打蔡国 现在是楚国逞威风 郑国即将灭亡 我们就去讨伐蔡国 是啊 郑军 蔡楚两国接壤啊 是领国 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是 帝与街坊啊 帝与街坊 嗯 重负之义是出其不备 公其不义 对 名为讨菜 实为法储 对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 用什么罪名发态呢 蔡国得罪过我们奇乖 国君 你还记得菜鸡那件事吗 哼 怎么不记得 一想起那件事 我气就不打一吐来 是啊 那次菜鸡陪同国军划船 自以为汇水 肆意摇晃小船 使得小船翻倒 国君也掉到水里去了 虽然他奋力救出了国君 但终究还是让国君受了一场虚惊吧 国君派树雕送他回了蔡国 那蔡木公理当问明情况 赔礼道歉 可是那个蔡木公却不闻不问 反而将蔡木送给了楚城王 用自己的妹子去讨好了楚国 嗯 对 攻打蔡国 一定要先攻打蔡国 让寡人除出这口怨气 好吧 那就请国君下令吧 好 团令 派义牙去洛义 向周天子禀报蔡侯之事 是 过去 过去 义牙只是个厨子 只能煎炒烹炸难以担当这样的众人啊 众父 以牙忠心可嘉 再说 所谓禀报周天子 也就是打个招 这差事谁都能干 就是费点角力 连唾沫都不用费 那 好 那就依了国君吧 华人再命管仲领军 率兵车三百胜 甲氏一万人分队出发 通知宋鲁臣卫正曹许 七国诸侯 和兵一处 讨伐泰国 好 我现在就去安排 启奏国君 树雕求见 树雕 向他进来 是 宣 树雕进界 树雕 大军就要出发 你来有什么事啊 国君 臣来请命 请命 你请什么命啊 树雕 承蒙国君恩宠 常向尽忠效命 这次讨伐泰国 请国君恩准树雕 先率领一支大军 悄悄进发 待树雕打破泰国的都城 再与各国军马会合 望国君恩准 好 蔡侯一仗楚国保护 都城从来不设法 你悄悄前去 并能一鼓而下蔡都 寡人等着你的好消息 是 树雕请命攻蔡 齐国 正直的大臣都有看法 就连报书牙都认为 树雕是在抢头功 管仲反倒帮助劝解 既然国君已经定了 对蔡国又不是难以对付的强国 就由他去吧 树雕 率军先起 一到蔡国都城下 就开始攻城 蔡国拼命抵抗 树雕 看天色一晚 怕 中埋伏 就先停止了攻城 蔡国大王见是树雕领军 知道树雕是个势力小人 就派一个谋士 带着一小车黄金绸钻等贵重物品 悄悄地来到树雕军中 树雕经不住诱惑 便把齐桓功纠合七路捉猴 名为讨菜 实为代储的军事机密 透露给蔡国谋士 蔡木公和蔡国的文武大臣们连夜逃走了 第二天 树雕不费吹灰之力 就占领了蔡国都城 远处八个诸侯国联军的旌旗随风飘扬 齐桓功率领大军过来 树雕兴高采烈地迎下城去 拜见国君 树雕 你攻下蔡国都城了 国君 树雕掠尸小技 蔡侯望风而逃 兵不雪人占了蔡国 国君你看 蔡都完好无损 好 好样的 果然不负寡人素长的恩宠 立了头功 还是国君调导有方 现在 各国联军 继续向南进发 齐桓功率领八国大军浩浩荡荡地向楚国进发 他想趁楚国还蒙着鼓里的时候狠狠地教训他一顿 当大队人马来到楚国边境时 竟发现楚国大夫屈丸早已等候在那里 中复 这楚国人怎么预先知道我军要讨伐他们呢 一定是我军有人走漏了消息 查出这个人 我杀了他 坏了我的大事 事已至此 现在只能是随机应变 怎么应变 叫他不战而降 你这说的不是做梦吧 楚国既然已经有准备了 战 国君未必就能大胜 不如以礼服他 让他自己认罪 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事事再说 哼 我一定要杀了那个奸人 国君 你一定要记住 国家的祸患 不在外面的敌人 而是在内奸 好吧 那就请郑复 与那楚国的大夫去交谈吧 好吧 啊 曲大夫 你既然是有备而来 管众愿意听听你有何见叫 管大夫 我们楚王 听说八个诸侯国联军的兵马 长途跋涉 要来讨伐我们 特地吩咐我来向你们求教 齐国和楚国是两个国家 齐国 在北海 楚国 在南陵 两国 风马牛不相近 不知齐国 为什么 去和几个诸侯国 来践踏楚国 只是 我们楚国 实在想不通 愿听其 管大夫 教会 从前 周朝建立之初 周成王把其地封给江太公 就对太公说 天下五侯九伯 全由你掌管征法 以辅佐周氏 相信 去大夫 一定知道这事吧 知道 自从周平王东迁以后 各国诸侯 肆虐不羁 不尊奉周王室 我国国君奉周天子之命 主蒙中原 辅佐周氏 这就是尊王攘夷 相信去大夫 也一定知道吧 也知道 如今楚国 以四等诸侯小国 妄自称王 不服周天子的志业 公然争讨正国 相信去大夫 不会不知道吧 管大夫 当今称霸的 又何止一个楚国 楚国与正国 自有纠纷 这是楚国和正国 两国之间的事 又何劳七国出兵 至于 不服周天子制约 我们不知道 指的是哪件事 楚国究竟 有什么不恭敬的地方 还望管大夫致命 你们楚国 每年应当上贡包毛啊 为什么今年不上贡呢 包毛 就是周王祭祀时用于过滤酒的包毛 对啊 不经过包毛过滤 那酒就不能祭祀了 哦 就是因为楚国未供包毛 周天子就不能祭祀了 是 那好 楚国知罪了 我回去禀报楚王 让他进宫包毛就是了 好吧 那 我就就走了 国君 那楚国大夫走了 我刚才都听你们说了 你们说的包毛纳贡的事 简直如同儿戏 那块破毛草 也值得这样来说吗 国君啊 不说破毛草 又能说什么呢 我能说是因为 蔡国国君妹妹的事吗 哈哈 哎 楚国 并无大罪啊 事急之急 为了让他们取从 我也就只好剪下芝麻 当习惯了 那么说 依众父所见 我们只能就此罢兵了 不 楚国人向来十分倔强 难瞒子吗 虽然一时口舌受取 不用兵刃 恐怕本难叫他们取福了 你不是说 战未必就能取胜吗 是 战未必就能取胜 所以要一礼夫人 但是一礼夫人 又必须要以武力支撑 那依你说 继续进军 迎而不放 好吧 那就继续进军 启完回到楚国 向楚城王汇报之后 楚城王听说 齐国率领的八个诸侯国联军 是因为 楚国不向周天子进贡包锚 而来讨伐的 一下子就看出 这是齐国找的借口 但他看到八国联军浩浩浩荡荡 前后联营十余里 自知 不是对手 可要何吧 又是大兵压尽 就只好又授权 启完 启完 到齐国大帐 来探听 虚实 管仲听说 启完又来了 就先对齐桓公 谈论其对策来 国军 国军 这次屈完又来 肯定是探听虚实 但主要是请和来了 如果我们以讨伐楚国而来 以使楚国屈服而归 大功就告成了 请国军对屈完要一礼相待 寡人也认真想了这事 还是仲副说的对 就按仲副说的办 好吧 选屈大夫进来 屈大夫 你又来了 是啊 我们楚国 不去周天子那朝贡包卯 使得齐侯 率诸侯各国来登门兴师问罪 我们楚国大王已经知罪 齐侯 如果能将军队后退一步 我国大王一定唯命是从 齐大夫声明大义 贵国大王知错就改 寡人回去后 即向周天子禀报 从今往后 我们共同遵奉周天子 其实 寡人也是别无他求啊 谢其后 传令 退军三十里 楚城王看见八个诸侯国联军果然退军三十里起行于损 以为是联军害怕出国 就想反悔 屈丸立即劝说楚城王千万不能失信 而且指出如果趁着机会向周天子禁贡包毛 也能取悦于周天子 将来也能像齐国一样 以用周天子的旗号称霸天下 楚城王接受屈丸的建议 让屈丸带八车紧搏 靠了联军 又带石车青毛 先请齐侯过目 然后向周天子进贡 齐桓公清点检验过金国和高毛以后 十分欣喜 与楚国修盟定好后 就率兵 撤回了 在洛邑新继位的周天子周湘王 看到很久都不朝贡的楚国 现在却派人送来了包毛 万分高兴 高兴之余 他当然就更加感谢齐桓公了 听说齐桓公又在亏秋大会各国诸侯 就连忙派立一官宅孔赶来赴会了 齐侯 周天子让我来给你传话 这次周天子能登基继位 很感谢齐侯的拥戴之恩 先王先世之后 李当有嫡亲长子继位 绝不能敌数不分长幼道志 各国诸侯之中 谁敢不拥戴当今天子 我一定要率兵讨伐他 如果不是齐侯拥立 周事也早就乱了 对我来说 这只是区区小事 不必放在心上 你先去管舍休息吧 我还要找管仲商量事情 那我就先告辞了 先管仲 管仲来了吗 过军 我来了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忠夫啊 这次寡人是有心事啊 有心事 过军 您有什么心事啊 刚才 宰恐说到周天子这次继位 不是寡人为他做主 差点就乱了朝政 嗯 我不由得想起我们齐国 也加 我们齐国也同周王朝一样 一旦我死了以后 难保不争夺王位啊 那么 国军打算百年之后 由哪位公子接位呢 我现在的六个儿子 全都是王妃生的 没有嫡亲 以长幼来分 应当传位给乌亏 但以能力强弱和咸鱼来分 则应当传位给公子招 现在六个儿子身后 都有一班人 全都是不两立的 可真是难事啊 如果就传位给乌亏呢 乌亏要是当上国君 以后一定会搞乱国家政事的 那就传位给公子招 就怕无亏不服气 嗯 如果 国君从这次来会盟的诸侯当中 选一个贤明的人 把公子招托付给他呢 看来 也就只有采取这个办法了 宋公到 国君 这宋公可是个贤明的人啊 你是指他让国的是吧 是啊 当初宋国先军去世的时候 这宋公就是世子 理当即位 可他却要把位让给其他公子 幸亏其他公子 怕乱了国政 没有接收军位 从这一点看 这宋公还是尊重仁义的 仁义是应该尊重 就怕 怕有点迂腐啊 那就看他怎么对待仁义这两个字了 就这样 忧心忡忡忡的 秦桓公将自己身后大事 托给了自秦 托给了自称 尊重仁义的宋相公 雄勋勃勃的宋相公 能举起这仁义的大旗 帮助齐国 李顺齐桓公以后的朝政 进而在诺侯 进而在诸侯中称霸吗 这可是一件说不准的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血与心疯万民愁 万民愁 无望 莫居万万 尽见不变是难愁 无关前途 心随意 听说不服 莫居万万 无望 莫居万万 尽见不变是难愁 无关前途 心随意 听说不服 莫居万万 直播官很继续 无oun 无奈 主觇